警察校長陳澤文和黑道至高檔招待所參序 哀哄警記敗壞 如今再爆出入該招待所的高階警官 不止陳澤文一人 穿著白衬衫一派輕鬆 走進88會館的正式警專校長鍾國文 四年前擔任警政署主命 也曾來這裡聚餐 一旁則是現任高雄市行大大隊長洪松田 吹哨者質疑究竟是哪個警官 向哪位老大借了88豪宅招待所宴會 對此鍾國文聲明 當天是刑事局慶功宴 在場清一色都是警察同仁 到場置疑後不久就離開了 不知道會館和涉嫌洗錢的 郭哲敏林秉文有關也不認識他們 但吹哨者打臉這時期拍到 鍾國文前後待了近三小時 根本不像他說的隨即離去 藍軍質疑警政高層跟黑道交好 要如何掃黑 蔡英文總統蘇文昌院長 是不是應該震怒 蔡英文總統不要嘴巴上說 終結黑金 卻放任黑道警戒有密切的聯繫 民進黨的新黑金體制一一現行 藍軍痛批民進黨黑道治國 陳時中疑似被染黑 引起藥腳前天道蒙文山會長 黃成國大力補選陳時中 涉嫌買松捲入 檢國詐騙的角頭吳明達 臉書上曬出和黃成國的照片 甚至和陳時中同桌吃飯 是一場時尚的餐會 然後就去致辭 致意後就走了 至於在桌上那邊有什麼人 其實我真的是不清楚 假設當選市長這些人 會不會掩飾他的背後靈 人家叫他拍在廁所偷窺廣告 都照做的 最後是不是就會變成一個傀儡 綠黑一家親 民進黨卻始終無力反駁 在野黨候選人抨擊 民進黨喊出終結黑金 但警政高層卻接連遭爆料 和黑道走超近 要如何讓百姓相信 記者黃英俊林佩傑 雷孫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候選人手提兩個白燈籠 要不是上面寫著 對抗強權保護弱勢 還真以為這裡舉辦告別式 沒想到這裡居然是競選總部 就是宣布說我陳偉強 過去的自己已經死了 我必須要勇敢面對一切 選屏東縣議員 卻把總部部製成林堂 門口掛一片門簾 甚至連香案桌上 花瓶香爐 一張照片 民眾經過看傻眼 笑說怎麼不見線上送金團 如果弄巧沉著 只好說聲阿彌陀佛了 這才算死也要選上 早上看到也嚇一跳 果然是心意十足 但也有人覺得 何必觸自己的眉頭 另外搞怪候選人 還有這一處 外面五顏六色 是廟宇牌樓 這真的不失廟 而是競選總部 外面人來的時候 我也當作說 阿彩人 阿彌陀佛 也不看見我這麼高 色彩繽紛 紅紅的有那種 死氣的感覺 搭牌樓比較行業 然後比較可以吸引人家的目光 候選人把創意發揮在總部上 想吸引人注意 多拉幾張票 洗桑不機會 讓選民印象深刻 卻也真的是百無禁忌 記者張春華林智慧 評論報導 女駕駛上車 順手把包包掛在椅背上 但疑似就是這個動作 害她被開了一張 三千元的罰單 女駕駛大喊冤枉 兒子也幫她PO文 說媽媽在國道上 被開了一張 未吸安全帶的罰單 他們看到照片後 都覺得很傻眼 認為警方誤認 後方的黑色背帶是安全帶 質疑是開單烏龍 但申訴卻沒有效 拿去申訴的時候 那個櫃台的一位小姐 也是誤認那一條是安全帶 那當時我也說 安全帶怎麼會是那個角度 而且我安全帶的顏色 也不是黑色 女駕駛車子的那一裝 是米色 安全帶也是 可能是因為光線的關係 看不出有些安全帶 網友也站瞎 認為警方是看到黑影就開槍 太冤枉了 明明就有戲 為什麼還要罰這一筆 警方強調照片上 從駕駛人的脖子 看不出有安全帶的痕跡 才會開單舉發 並非女駕駛所說的 誤認是黑色背帶 又網友認同警方觀點 質疑女駕駛根本 還沒有吸安全帶 安全帶有戲沒戲 雙方各說各話 但未來包包等物品 還是不要掛在椅背上 以免引起誤會 有理說不清 這台中綜合報導 小琉球海域 最近出現一隻隻烘魚 在海底悠遊模樣超療癒 遊客們樂翻了 本來是來看海龜 卻多了意外驚喜 但沒想到最近 卻有一隻烘魚趴在海底 沒有動靜 潛水客把烘魚救上岸 發現眼睛跟頭上 總共三個洞 尾刺也被拔掉 懷疑被人用槍殺死 烘魚被槍殺 潛水客覺得很心痛 小琉球擁有豐富海洋資源 香胡椒 海龜 還有熱帶魚類 成為台灣潛水和浮潛勝地 最近烘魚來訪增加新亮點 沒想到被人用魚槍獵殺 就很殘忍 他也是用生命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他 你要就抓回去 不然就把他放回去 幹嘛要傷害他 嚴正的去譴責這種行為 小琉球潛水教練 和遊客同身譴責槍殺烘魚 海洋資源得來不易 必須好好維護 卻拿來當標靶獵殺 已經對當地環境造成傷害 記者當初王書宏屏東報導 這裡四個 三個在旁邊 真想進去 小琉球海邊有釣客發現 海面上一顆頭載覆載塵 你是不是三人沒牙 對嗎 對啊 你等一下要去救命 原本四個人一起在小琉球 玩水 廢 潛水 但另外三個人離岸邊越來越遠 當地民眾實在看不下去 就怕三個人回不來 釀出溺水意外 自己會合 會合再帶進來 頭裡拿開都軟腳 當地漁民也很困擾 因為出海捕魚的領域 常常撈到潛水客 幫忙再上岸 這大小隻人 都在準備在背魚 這如果教魚就分了 一群人在外海玩得很嗨 卻不知道要是有大型捕魚船經過 恐怕發生危險 那五個人大橋橋 人家旁邊牽著幾十條 他們說怎麼會閃 這條也會死命說聲笑 小琉球雖然是潛水熱門景點 但洋流和地形如果不熟悉 還是容易發生意外 自由潛水當紅 卻讓漁民很無奈 真的別愛玩不愛命 記者張春華評論報導 接著